一个警官在巡逻相间时,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一只狼在路边抱着一个婴儿,他介入后发现了背后的原因,让他震惊不已。 保罗警官刚刚进入宁静的睡眠,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吓得他从梦中惊醒,是上级打来的电话,从他们焦急的语气中,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尽管多年来在工作中见证了许多奇怪和难以置信的事件,但他绝对没有准备好接下来将要听到和见到的事情。 一股恐惧感袭上心头,保罗警官听着上级向他简报附近镇上正在发生的紧急情况,一座大坝一出,对周围的一切造成了严重破坏,灾情不可想象,房屋被淹没,定居点遭到水市的肆虐。 保罗想到了数不清的生命和财产,一定受到了这场灾难的影响,心沉到了谷底,尽管那天是他的休息日,保罗知道不能对上级的绝望求助视而不见,毫不犹豫地他立即行动起来,脑海里充满了如何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提供帮助的想法。 作为一名警察,他的职责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但今天,情况远比那个简单,这是为那些需要安慰和支持的人们提供服务。 当保罗警官领先其他被派去维护社区法律和秩序的警察单位时,他专注于向居民保证当局会帮助他们从洪水造成的损失中恢复。 然而,当保罗在社区巡逻寻找有困难的人时,他遇到了最震惊人心的场景。 驾车沿路行驶时,他最初以为前方的身影是在路边玩耍的狗,但当他靠近时,他震惊地意识到,他们并不是狗。 保罗从车辆里观察到狼群激烈搏斗的情景,他扫视着周围,寻找可能处于危险中被动物攻击的旁观者。 当他目睹这场激烈的斗争时,保罗的注意力被一只特别的狼吸引了过去。 从他的态度,站姿,尾巴的高举,咆哮的牙齿和专注的眼神中,他能够感觉到,他在激烈地保护着什么,狼群很少会在自己人之间搏斗,所以保罗推测他正在保护自己的幼崽。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目瞪口呆,蜷缩在白布包裹中的角落里,是一个小小的人形,保罗希望那只是个玩偶。 但当他看到这个人形动了动腿时,他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类婴儿。 而磁狼正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免受其他狼的伤害。 当保罗思考这个情况时,一种疑虑不断在他心头萦绕,如果磁狼并非出于母性本能而保护这个婴儿,而是想将他作为自己的食物,一旦危险过去。 这种想法让他背脊发凉,尽管不确定磁狼的意图,保罗知道他必须行动起来,保护这个无助的婴儿免受伤害。 保罗小心翼翼地走出车辆,他的出现似乎立刻产生了效果,与磁狼搏斗的另外两只狼退去了,意识到他们无法体敌他的力量和凶猛。 保罗紧握着他的服务步枪,准备在磁狼对婴儿构成任何威胁时介入。 他的心在兴奋中跳动着,为可能发生的对抗做好了准备。 然而,保罗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促使他暂时停止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仿佛有一些他无法理解的力量在起作用。 他犹豫是否在没有完全理解情况的情况下干预,令保罗惊讶的是,此狼并没有攻击哭泣的婴儿,而是以温柔的方式靠近他,尽管他凶猛的外表。 但他小心翼翼地用精确的动作,用嘴抱起婴儿,保护性地抱着他,开始朝着森林移动。 保罗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最初的恐惧让位于对意外转折的敬畏和惊奇。 当保罗思索他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被磁狼回头看着他的眼神震惊了,仿佛在召唤他跟随。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时刻,他无法摆脱的感觉是,这只狼正在试图与他沟通,尽管他最初打算联系其他警察单位处理这种情况,但好奇心和责任感促使他跟随这只狼。 渴望揭开他似乎引领他探索的神秘之谜,保罗小心翼翼地跟随在狼的身后,密切注意着之前被赶走的其他狼群可能带来的危险迹象。 路边茂密的树叶遮挡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感官更为敏锐,他在陌生的地形中穿行,心怀期待,想知道等待他的秘密和狼真正的意图,随着他们深入森林。 保罗的感官被一连串的视觉和声音轰炸着,暗示着一个隐藏的真相。 他注意到散落的家电和布料,表明附近有人类居住,潮湿的地面和流水的声音越来越明显,导致保罗惊讶地意识到,他正接近一条河流,河水中漂浮着被水流冲走的家居用品。 他的眼睛惊讶地睁大,当磁郎带领他来到河边的一个潜水池时,靠近一些岩石,那里放着一个婴儿篮,巧妙地防止他被冲走。 在保罗理解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之前,狼轻轻地把婴儿放进篮子里,揭示了故事更深层次的秘密。 尽管他心中仍然有畏惧,他小心翼翼地走向这对不太可能的组合。 令人惊讶的是,狼甚至没有对他咆哮,他只是坐在篮子旁边,用专注的眼神看着他拿起篮子里的婴儿。 保罗看着狼的行动,或者说是不作为,心中充满了敬畏和困惑,为什么他没有攻击他,夺走他的猎物? 这个婴儿是谁?为什么狼如此决心保护他?当他站在那里时,拼图开始慢慢拼合在一起,但仍有一些故事中缺失的部分需要填补。 随着保罗理清眼前展开的事件,一阵悲伤涌上心头,他站在的水池不仅仅是普通的小溪,这是大坝一出引发的灾难。 横扫整个社区,冲走了无数家庭的财物和回忆,四处散落的家居用品让他心如刀割,意识到灾难的巨大程度和对社区的影响,但让保罗最震惊,几乎让他泪流满面的是,他现在怀抱的婴儿幸免于悲剧命运。 婴儿曾经睡在的篮子一定被洪水的混乱所困扰,但多亏了雌郎的迅速反应和勇气。 婴儿免于被冲走和淹死在湍急的水流中,保罗眼中泪水涌现,他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慈郎的行为之深奥让他难以置信,一只野生动物如何能展现出如此的同情心和智慧,违背他的本能,去保护一个脆弱的人类生命。 慈郎面对其他捕食者以保护婴儿的安全,展现出的勇气简直是非同寻常的。 保罗发现自己几乎像是在梦中一样,这种情况的现实感太过超现实。 当保罗注视着现在站在他面前平静的慈郎时,他感到深深的感激和尊重。 他不仅仅是拯救了婴儿,还把他带到了人类居住的地方的路上。 他用母性的凶猛保护着孩子,当他找到了一个人类时,他把他带到了婴儿被发现的地点。 保罗与磁郎的邂逅标志着他与野生动物的首次近距离接触,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感到恐惧。 他知道他必须挺身而出,帮助把婴儿与他的父母团聚。 对于那些担心他们失踪孩子的绝望家庭的想法,在他心中挑动了情感的弦,激励他迅速行动。 保罗抱着篮子里的婴儿,沿着磁郎带他来的路返回他停放的车辆,离他们只有一小段距离。 在走路的时候,保罗无法摆脱对之前遇到的另外两只狼的担忧。 他们会构成威胁吗? 当他朝着车辆回去的路上,他惊讶地,当保罗准备离开时,那只母狼随意地跟随着他,他的存在给予了他一种安心感。 保罗最初的恐惧逐渐消退,被一种新发现的信心所取代,那就是狼的保护本能将会驱赶任何潜在的捕食者。 在母狼陪伴他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保罗抵达了公路,朝着他等待的车辆走去,看到自己的车,他感到一阵宽慰,直到现在他可以安全地把这个婴儿送到一个能够与家人团聚的地方。 保罗轻轻地将婴儿放在车后座上,确保婴儿安全,然后驾车离开。 当他瞥见后视镜时,保罗看到母狼站在不远处,眼睛注视着他,直到他消失在事业之外,保罗不禁对这只狼产生了深深的尊敬和感激,他的行动不仅拯救了一个生命,还教会了他关于同情和勇气面对逆境的宝贵教训。 保罗迅速联系了警局,告知他们救援婴儿的情况,没有提及狼的参与,他被指示将婴儿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彻底检查,因为婴儿在森林中的时间可能导致受伤或感染的潜在风险。 在前往急诊室的旅途中,随着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响,保罗的担忧也在增加,到达医院后,他松了一口气,知道医护人员会接手并为婴儿提供必要的护理。 护士们迅速照顾哭泣的婴儿,试图安抚他并评估他的情况,情况的紧急性促使他们请求婴儿的父母前来,在进行任何医疗检查之前,确保对婴儿健康的全面评估。 当保罗解释他是如何发现这个婴儿以及狼在救援中的参与时,医院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和感动,这场非同寻常的救援行动, 让每个人都感到敬畏和不可置信,他们意识到确保婴儿健康的重要性。 医疗团队迅速进行了彻底的医疗检查,以确定他的健康状况,特别是考虑到与狼接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保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下一个任务,找到婴儿的父母,将他们与孩子团聚。 他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吉姆郎的行动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他需要在离开医院之前揭示这一意义。 在报告了这一事件后,保罗回到警局,并预防性地为婴儿拍摄了照片。 他知道,有视觉记录将对识别孩子的父母至关重要。 如果他们能够出来认领孩子,抵达警局时,带着孩子的保罗决心记录所有必要的细节,以帮助找到婴儿的家人。 每一个紧急电话的到来都让他怀抱一丝希望,也许这些电话来自急切等待关于他们失踪孩子消息的父母。 风暴过后,紧急电话络绎不绝,导致混乱,警官们被派遣处理罪案危机和救援行动。 保罗陷入了沉思之中,突然被站在警局外哭泣的女人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惊醒。 她悲伤的表情深深触动了她的心弦。 这位女士和她的丈夫一同进入了警局,报告了她们的情况并寻求帮助。 在无法控制的哭泣声中,她们透露,在风暴混乱中,她们失去了她们的婴儿男孩科林斯。 保罗的心跳不由地加快了一下,因为她知道,这确实可能是她在树林边遇到的那个孩子的父母。 然而,她仍保持谨慎,不愿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引起虚假希望。 威廉姆斯夫妇表达了强烈的希望,他们的儿子可能仍然活着。 在悲剧中抱着奇迹的可能性。 保罗专心听着,当他们讲述导致儿子失踪的事件时,他们正在忙于家务。 突然溢出的水从满溢的水坝冲走了他们和许多其他人,以及许多房产。 他们最后的记忆是在被水淹没后,接受心肺复苏。 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珍贵的儿子不见了时,他们的世界崩溃了。 当他们冲到充满水的房间时,保罗作为警官,他听到了关于威廉姆斯家庭的故事,并看到了他们的宝宝科林斯的照片。 当他意识到他从狼群中救出的婴儿确实是他们失踪的儿子时,他感到一阵宽慰。 保罗向情绪激动的父母传达了消息,确认他们的宝宝安全地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向他们展示了他在赶往医院前拍摄的科林斯的照片,进一步确认了他们的联系。 母亲悲伤的泪水变成了幸福的泪水。 威廉姆斯夫妇急忙跟随警官来到他的车辆,渴望与儿子团聚。 保罗能够帮助这对困扰的夫妇找到他们失踪的婴儿,感到一种成就感和幸福。 然而,他的喜悦被随后需要解释科林斯被母狼救援的非同寻常情况所抑制。 他们驾车前往医院的路上, 这对好奇的夫妇忍不住询问警官是如何找到并救出他们的宝宝的。 保罗知道真相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 但他们理应知道,他叹了口气,清了清嗓子, 准备讲述那不可思议的故事。 他瞥了一眼警车后视镜中他们脸上的表情, 看到了他们脸上的震惊,不幸与泪水交织, 保持冷静的同时, 保罗为他们的反应做好了心理准备, 威廉姆斯夫人声音颤抖, 满含情感地焦急询问他们宝宝的安全情况, 以及在救援过程中他是否受伤或被咬。 他对宝宝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 特别是他被带到医院进行彻底检查后, 保罗深吸一口气, 向他保证科林斯身上没有任何物理伤口, 但他提醒他们, 医院的专业医生将在他们到达时提供科林斯健康状况的详细信息。 抵达医院时, 所有人的紧张和焦虑都化为了欣慰,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宝宝科林斯健康无恙, 通过了所有的医疗检查, 医院工作人员立即把已经清洗并安置舒适的科林斯带给等候的父母, 看到他们的宝宝, 他们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激动的情绪充斥着心头。 威廉姆斯夫妇拥抱着科林斯, 用只有那些曾经担心过自己孩子走失的父母才能理解的爱。 保罗和医院工作人员见证了这一温馨的团聚, 他们的眼眶也湿润了, 因为威廉姆斯夫人对保罗表达了衷心的感激, 感谢他在与宝宝科林斯团聚中的角色, 保罗感到一种谦卑的感觉。 知道这个故事的真正英雄是那只母狼, 他不惜一切冒险拯救了宝宝免受伤害, 他客气地推卸了他们的感谢, 并坚持认为, 应该把所有的功劳归功于他那非凡的勇敢和同情心。 受到保罗话语感动的威廉姆斯夫妇理解了承认 这只不可思议的狼的重要性, 他在挽救他们儿子生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向他表达感激之情, 不知道关于狼真实身份的惊人事实正在等待他们。 保罗向威廉姆斯一家告别, 他们离开警局时, 心中充满了对于柯林斯奇迹般团聚的欣喜和感激。 与此同时, 警察局被这个狼保护婴儿的不寻常故事所吸引, 决定将其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这个故事迅速传播开来, 福获了每一个独到这个关于狼与婴儿之间不可思议联系的人的心。 当新闻传开时, 一名名叫罗布的男子联系了新闻公司, 声称他拥有关于保罗警官故事中那只狼的重要信息, 被他的说法所吸引。 报社安排了一档播客节目, 特邀罗布, 威廉姆斯家庭和保罗警官一同深入探讨这只狼的身份, 并展示动物的奇妙本能, 成千上万的听众纷纷收听这档播客, 渴望揭开这只英勇狼的神秘面纱。 罗布透露, 这只名叫露娜的狼, 是他在幼年时就起并在自己照料下长大的, 露娜与典型的野生动物不同, 展现出一种罕见的保护性和对人类的忠诚组合。 罗布分享了他特有的保护和捍卫爱护者的本能, 既有宠物般的温情, 又带有野生狼的凶猛, 使他成为一种卓越而独特的生物。 尽管罗布对露娜情感深厚, 但他知道他属于自然环境, 能够在那里茁壮成长并组建自己的群体, 他不情愿地把它放到荒野, 让它拥抱它的自然本能, 同时保留对人类的爱和同情。 播客播出后, 露娜的故事被分享给全世界, 人们对野生动物和狼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 许多人重新考虑它们的观点, 并开始以新的角度看待这些生物, 对于保罗景观来说, 亲眼目睹露娜的保护本能是一次改变生命的经历, 这加强了他对自然美好的信念, 以及动物展现同情心的能力。 威廉姆斯家庭与他们心爱的儿子科林斯团聚, 并分享了露娜在他们生活中的角色, 以激励他人珍惜和尊重自然界。 看完以上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下个视频见。